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思云 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做一个我个人的见证 我也希望透过这个见证呢,能够鼓励在现象的你 可能跟我一样想要挣脱这一个捆绑 那我抽烟了26年 在我很小时候我就会吸烟了 而且呢,香烟呢,已经成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 就是甚至连我钱包空空了 没有钱吃饭,但不能不抽烟 甚至呢,超越了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 那我也不可能为了任何人戒烟 这次,就是我已经在我的事业上 或是在我的要想good idea的时候 在我的生活上,香烟已经成为我最大的需要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捆绑 直到呢,就是我信主以后 每当我要抽烟的时候 我总觉得心中有种莫名的罪恶感 那这个罪恶感呢,尤其是我要来参加主日 我开车,要到教会之前 我会在车上狂吸 我会觉得,哇!等下没有时间了 赶快狂吸几口,然后要下车的时候 赶快把香水碰一碰 然后就很坦然的,这样默默的走到教会里面去 但是呢,这种感觉呢,让我很苦恼 感觉我没有真的把自己交给神啊 所以我还是就是被香烟的捆绑给绑着 就直到我,就是 香烟给戒了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 戒烟很难 这个决定很难的 但我很莫名的奇妙就 现在是一个两个声音之中 那么呢,我告诉你们 如果当我们意志力正在下降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魔鬼给骗去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 我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所以,当我就在我禁食祷告的十四天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电子烟狠狠地丢在龙沟里面 甚至呢,我头也不回的,就上了车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在我戒烟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任何的辛苦 而且是很顺利的 就在一个星期里面 就把这个烟狠给解决了 所以呢,感谢主 只有主的力量 能够让我从这个香烟的捆绑中都释放 然后呢,顺利的把我的香烟给戒了 所以呢,现在的我呢 我学会了 就是把我自己全然的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 我相信只有主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无论是任何的困境 或是任何的逆境 他都是在我们的左右 每一天呢,都是在我们左右陪伴着我们 我们就要享受着主的话语 从圣经里学习 也只是要单纯的去跟随 我相信在主里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 我们是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反事都能做 好了,我的健身就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成功的 得到示范